這裡 這裡 來 看看 這裡 如果你看過日本電影《假面騎士》 那你一定認得這位笑起來非常甜美的美少女 沒錯她就是擁有美靠稱號的 日本寫著女星內田李楊 為了首部主演的新片 電鋸少女血肉之華來台造勢宣傳 她也一席純白洋裝現身面對媒體 與電影中扛著4公斤重的電鋸 殺片全場的模樣大相徑庭 因為剛開始沒想到是那麼嚴重 那大家都認為4公斤應該還好吧這樣 結果拍了一陣子之後她就開始長水泡 那導演其實有很多鏡頭是希望她有單手拿 可是她實在是單手拿不起來就會看到她 雖然剛開始單手在對抗 可是最後還是兩手托著這樣 因為實在是太重 可是道具又不像 所以她到後來她覺得 她覺得除了長水泡以外 她的那個肌肉都跑出來 身兼演員 模特兒和寫真女性身分的內田李楊 從假面騎士的性感女警 化身為電鋸少女 她坦言接下來最想挑戰愛情片 現場還被人高馬大的工作人員畢東 讓她直說很幸福 她想要演比較純情的角色 她想要演比較純情的角色 就是有人等她追她的那種戀愛角色 在台灣也有壁堂 有 有 很厲害 在日本也有壁堂 比我還要演比較高的男生 她的人要選一句話 那個男生至少要比她高 不然這樣弄過去都比例不一樣 來讓一身自己來一個 來 OK 好